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我们讲到了提婴救父的故事 下面我们讲最精华的内容 我们往下看 叫一家居招问所为致病生死厌者 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这就是说纯毅不仅没有被判刑 没有被施以肉刑 而且还被放回到家里了 这个提婴哪儿去了 据三生道长说提婴留在宫里 跟他爸也学医 最后在宫里做了一个女的御医 在汉朝后期还有一个名医叫女的 叫纯毅眼 在霍光的那个年代 据说就是他们的后代 但是他后代为什么跟着娘家姓呢 这是咱们另说 这就是他被放回家以后 汉文帝的诏书就下来了 他问了就说你既然是个医生 你治病判断能判断人生死 到底是否灵验 你把这个具体的灵验的这些病案报给我 这个病人的名字叫什么 中间的发生的过程 你给我写清楚 另外呢下面一句 招问故太昌长陈毅 这可见是皇帝招书上的原话 方济所长 其所能治病者 有其疏无有 就是说你学的这套本事 治病救人的本事 到底治病有没有效果 传承给你有没有书 有没有这个传承的这种书籍 你学的课本是什么 教材是什么 皆安寿学 你从哪学的 从哪里学的 从跟谁学的 然后所学几何岁 你学了多少年 后普就得学三年到四年 常有所厌 和县里人也合并 你治疗有效的这些病案 汇报给我 他是哪的人 得的是什么病 前面问了 叫主名为谁 医药以其病之状结合如 你经过你的治疗以后 他最后的症状有没有改变 疾病有没有得到治愈 然后聚息而对 这是皇帝给你下的命令 你一定要全面 息是全面的意思 就是回答我的这些提问 下面就是 司马前如实的根据档案 把这些历史给记载了下来 下面就是臣义对约 回禀皇上 自义少时洗医药 我从小就对中医 这边就很感兴趣 中医中药都感兴趣 但是碰到一个最大问题 医药方事之多不厌证 我也抄了好多秘方 跟了很多人 学了很多 但是用完了都没效 这个学医最大痛苦 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别说我们 纯医也是这样 孙思苗当年也是这样 这里面好多故事 现在这个时间所限 我就留到以后 有机会再说 结果到至高后八年 德剑师林姿原理 恭称杨庆 就是说童俊 就是都是林姿人 老乡 山都人 老乡 庆年七十余 亦得见世之 我这个后面 怎么见到他 也有故事 后面我们详细说 结果恭称杨庆对我说 进去而方书非事也 他说你把你以前 学那些方子还有书 都扔了吧 他们都不对 庆有古先道 遗传皇帝 扁鹊之脉书 我呢 这有珍藏的密传的 古先道留下来的 皇帝的经典 和扁鹊的传承的 这种经典 我们都知道扁鹊 举一反三 学完皇帝脉书以后 又自个儿写了一部 叫难经 就是八十一问难 就是对皇帝内经 经文的一些 推演和解释 五色诊病 知人死生 决限一定可治 即要论书圣经 这都是历史 经过历史检验的 最精华的 都是金贵的真言 然后我家几父 几是供给的意思 我自个儿家呢 不靠这个谋生 这就是贵族 就是很多玩这些 无用的东西 甚至是 这个谈旋论道 都是在 基本生活 温饱条件 解决了以后 才可能 就有精力 有时间 有兴趣 去学习专业的 忙的四脚朝天 是吧 996 还顾不上温饱呢 哪是心思 干那些 没用的东西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中医啊 叫业余学身价用 是我妈的老师 马恒书先生 提的这种口号 马老师 马先生 经常说的就是 最好就是 学医 不以医而谋生 一医谋生 就容易出片 就容易去 搞邪的歪的 是吧 本身自己生活有广障 又去学医 他就有一种正道 这个悟道 行道的这么一种 比较高尚的成分在里面 是吧 所以我家己父 心爱公 欲尽以我尽方书 西交公 这太感动了 当年常常军 就是司马迁记载 常常军 就是这么对扁 去说的 是吧 全部 无条件 无偿 我还不收你学费 是吧 我全给你 诚意 济月 信圣 非一知 所感望远 这是我太 天大的信实 天大的荣幸 天大的运气 我真是 想都不敢这么想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 尹长公秋轩 对扁鹊 功成阳庆 对春意 都是这种 一脉相承的这种 态度 是吧 陈一记 必须再拜业 受其 卖书 上下经 必须再拜业 是一种很隆重的 很庄重的 礼节 本来在汉朝都是 就像现在在日本 榻榻米一样 席地而坐 本来席地而坐的时候 又起身 再拜 然后再落座 表现的一种 庄重 受之 不敢说有愧吧 但是呢 就跟沐浴 风箱 更衣一样 都表示自个儿 一种虔诚的 敬畏的 庄重严肃的 一种心理 结果呢 更可贵的是 除了把 金方书 传给他 而且把 金方书里面的 内容 书名 全列出来了 这是我们 最宝贵的 历史资料 第一 第一本叫卖书 第二 叫上下经 上下经叫上经和下经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以前并不叫皇帝内经 或者是他这派传承下来的 并没有管他叫皇帝内经 而叫上经下经 这个我们现在留下来的素问 林书里面都偶尔 直言片也提到上经下经 这个 但是语言不详 但是我们拿到三生道长的 玄疑一秘以后 里面赫然 上经下经 说了什么 内容是什么 都有 太宝贵了 上经下经 叫五色疹 在这叫奇壳术 奇壳术是 是个通甲字 其实叫奇横术 中医叫奇横之腑 奇横之腑脑水骨脉胆胆 女子帮叫奇横之腑 另外呢 他叫奇病 也就是说 那个四季 这个天气正常 不得这个病 这个四季天气出现了异常 就会得这种奇病 所以叫奇横术 下面叫奎朵 本来叫奎度 度当名词的时候 度量横 我们念度 用它去丈量的时候 叫度 这个 韩非子讲 证人买旅的时候说 证人有欲买旅者先 自舵其足 而知之其作 就是用尺子先量下自己的脚 所以奎朵呢 是我们找身体 找这个骨度分寸 点穴 标志定位的一个重要的学问 奎朵 然后叫阴阳外变 阴阳呢 我们讲的是阴阳大论 讲的是五云六气的变化 要论 就是神龙本草经的传承 石神 石神是汉朝人吃这个兴奋剂 用的是五石散 其实就是用矿物药 在古代时候 最早叫炼外丹 炼外丹呢 也衍生出一派 就是有点像化学 化学 中国最早的化学 你比如说把这个猪砂 加热以后就分解成 它是硫化管 就猪砂一烧 就变成了出来了白的水银 这个和黄的硫磺 果然觉得很神奇 所以有一派叫外丹 外丹呢 就是矿物药 矿物药出现了一个畸形儿 就是吃完以后 聚热聚兴奋 就跟现在这个吸毒一样 叫石神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个矿物药有它的 特定的治疗作用 这个比这个草木药 草木这个有血有肉 这个血肉制品呢 它比较相对温和一点 矿物药比较俊烈 比较猛 比较凶悍 然后皆阴阳 皆阴阳呢 讲的是防中术 就是男女交合的一些 相关的理论 这些都是禁术 都是密方 都是全隐一密 受解读 验止 结果呢 除了给他书以外 龚乘阳庆还一字一句的 去教他 给他解读 里面肯定有一些 不认识的字 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 悬疑一密到现在 里面都有很多 比加古文还找的字 是吧 解读 然后呢 验止 就是我们光学了美容 还要去到临床 去验证他 就这样间隙和实习 可一年锁 然后呢 明岁即验止 学了一年 第二年 在临床上验证就有效 是吧 但是还没有精通 叫尚未经验 要试之三年锁 就这么 谨慎 小心 严谨的 跟老师学了三年 既常 以为人治 就是三年以后 给人治病 就变得比较精荡 是吧 叫 诊病 绝死生 又厌 精良 这就跟以前 他那个老师 跟其他老师 学的那个 就是 苦于 医药方 是之多不厌 是吧 这个是 用了就有效 所以我们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你不管是中医 或者中医 各种门派 你说的天花乱坠 到临床上 有没有用 有没有效 是吧 可不可复制 是吧 可不可以传承 可不可以推广 这才是检验 他真理的 这个唯一标准 今 庆已死 十年锁 现在我的老师 教班过去世 因为 教大的时候 已经七十多岁了 再教他三年 快八十 庆已死 十年锁 陈毅 近三年 年三十九岁 也就是说 我跟他学了三年 其实也就是 他在三十六岁时候 是吧 碰到了这个 工程养情 跟老师学了三年 想起来 真是很有很有趣 我是在 一九九七年 是吧 在美国碰到 这个周任风老师 也是 我觉得那是我从 这个 学那么多年 还是懵懵懂懂 那种门外的 那种状态 一下感觉到入门了 那年我也是 三十六岁 是吧 我是六六年 三十二岁 许岁三十二 这就是 整个一个过程 下面呢 按这个 实际的原文 是开始说一些 他的病案 我们先跳过去 我们看到最后 还是说 他这个学医的过程 我们看到最后 看 文帝的问话叫 师庆安寿之 文于其诸侯否 看来这个 他跟这个皇帝的 这个招问和回禀 是有几个来回的 是吧 第一回合上去以后 这个汉文帝看了以后 马上有第二个问题 接着问题就来了 就说 你是跟龚乘阳庆学的 那龚乘阳庆 又是跟谁学的 你在齐国这么有名 为什么你的老师 不出名 或者是他为什么 他在齐国很出名吗 对于 陈毅又 皇帝的第二波问题来了 陈毅又来回答说 不知庆所失守 我真没敢 打听 也没问 老师也没说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瞎问 我不知道他跟谁学的 只知道庆家父 善为一 他本身家家庭比较殷实 比较富裕 这学医呢 是他一个 纯的本能的 本心的一个爱好 他也不靠这个谋生 从他教授我 包括这个 带他做这种验证 或者临床间隙实习的话 那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 很有本事的医生 但是呢 他有本事 却不肯为人治病 不说不肯为人治病 就是不靠这个 为职业去谋生 这就是我说的一种 很高级的这种阶段 当以此顾不稳 因为这个 所以他在山东 在齐鲁 在齐国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人们都不知道 人们都不知道 而且庆又告 陈毅曰 圣物令我子孙 知若 学我方言 你不要让别的人 因为庆没有孩子嘛 那令我子孙 就是不要让存异的 后面这些徒子徒孙 知道是跟我学的这套东西 就为什么 咱们这个贫穷 限制我们想象力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但是我能够勉强知道一点 就是学习这东西 你掌握的是真理 然后呢 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是吧 然后大多数人 对真理 就是基本上是 下识闻到大笑止 不笑不足以为道 而且这笑笑就算了 最可怕的是 就像布鲁诺一样 你传播这个真理 最后被人烧死 是吧 所以这种 掌握了这套东西 又不肯外露 又怕招人妒忌 怕自个儿 这个身家性命不保 这是他 内在的这种原因 我们也知道 你看吧 那个扁鹊什么下场 对吧 画图什么下场 这都是有本事 最后不得已善终 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内在的 逻辑和这种价值观在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您皇帝 老人家救了我的命 赦免了我的罪 也不是您下招书问 我才不告诉您这些事 是吧 然后下面又是皇帝 第三波问题又来了 是吧 问臣义 师庆何见于义而爱义 欲惜交义方 就是说 你淳义何德何能 为什么你的老师 功臣阳庆 见了你就喜欢你 而且把自个儿的 全部的这个 进方书都交给你 为什么 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吧 功臣阳庆 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一辈子悦人无数 为什么单单就喜欢你 是吧 你这个何德何能 是吧 结果淳义是这么回答的 是吧 淳义不闻 师庆 为方善也 因为这个功臣阳庆 很低调 是吧 不肯为人治病 又不显露自个儿 有这套东西 有这套本事 是吧 亦所以之庆者 我后来怎么知道他呢 是因为 亦少时 好诸方式 就是前面说了 他洗衣要方几 是吧 喜欢这 偏门就喜欢这个 然后呢 亦是其方 皆多业 今两 我从小就跟很多人学 只有吃到这个功臣阳庆的方子 我才知道他是有效的 是精良的 陈奕文 资川唐里 功孙光 善为古传方 我最早老师 是资川唐里 功孙光先生 而且知道他有古代传下来的 这个秘方 陈奕既往夜之 我去拜访了一个功孙光先生 得见世之 然后呢 老师也喜欢我 传给我的 叫寿方 画阴阳 及传语法 也是他传的这套古书 或者是古法的名字 陈奕西寿 书之 这书之不是传给他书 而是什么 老师口传新寿 这个陈奕一笔一话 把他记了下来 陈奕欲尽受他金方 我学了以后 我觉得还不够 还想多学点 结果功孙光说 乌方尽义 不为爱公所 这个乌生已衰 无所复事之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都传给你了 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的话 我才不这么做 现在呢 我身体也不行了 人老了 身体也不行了 无所复事之 就是 你让我再去传给其他人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在传了 这个中医传承叫 口传新寿 耳提面命 对师父传的时候 那种身体 身心状态 健康状态 和那种气场 都有很大关系 同样是 那套书 身体不行了 精神气场不够的时候 传的效果也不好 乌所复事之 是乌年少所寿妙方也 惜于功 勿以教人 我传给你 你就别瞎传给外人 一定要挑选 得心好的人去传 结果呢 陈毅说 得见世事功前 惜得进方信胜 义死不敢忘传人 就是说 我能跟您公生光老师 门下来学习 而且您这么无私 全部传给了我 我呢 一定去细心体会 然后呢 我打死我也不敢 瞎吵别人 然后呢 居有间 就这么跟公孙光老师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公孙光闲处 诚意深论方 见言百事 为之经也 我跟公孙光老师 先聊天 我呢 谈了一下 我对这个老师 传给我的这些 近方的 这些 见谛和意见 然后 老师呢 觉得 我说的不错 理解的很深 评论也很有 见地 然后 公生光喜悦 公必为国公 你一定会成为国一大师的 国一大师 国公嘛 是吧 在乡里 县里 是吧 也就是个小公 国公呢 那要打 乌有所善者皆书 同产处宁资 善为方 乌不弱 其方 甚其 非是之所闻也 乌年中时 常欲受其方 阳中欠不可 愿 若非其人也 这就说起了 他跟公称杨庆的 这个缘分 第一 老师就夸他 说将来 必成大器 我呢 所善者皆书 就是 我呢 学的东西 教你的东西 还是有疏漏 有 有这个局限 是吧 我知道有个人 这个 跟咱们住的 不远 都在林姿 这个人呢 更善为方 开方子 都很地道 真的 我比 我比不了他 而且他呢 开的方子 是咱们解释不了的 按我们的 学的这些理论 解释不了 所以说 其方甚 其非是之所闻也 而且我当年 那个 年轻的时候 不是年轻 年中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就是 想跟他一块学 学他的方 结果呢 这个人不肯 说 你不是我要传的 那个人 蓄与公网见之 当蓄与公网 方言 我建议呢 我派一人 带你去拜见他 这个人 如果听了你的 这个经历和见解 一定会喜欢你 就像我喜欢你一样 是吧 而且这个人也老了 他这 这么大了 活这么大 谁说还没找到传人 他一定也很着急 而且他又不缺钱 你去了以后呢 他会 善待你 或者是传给你 当时呢 使者未亡 当时老师说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去 是吧 后来呢 惠庆子南寅来献马 因时光奏马王所 亦得故与因善 这时候呢 有一个这么个机缘 就是 公圣阳庆的一个 仆人吧 叫阴 来献马 因为公圣阳庆 没有儿子嘛 所以这个人是 应该是他的一个 副官或者仆人之类的 所以正好呢 那个公圣光呢 在这个 马王所 献马的人家住着 所以呢 给这个牵线搭桥 让纯音义呢 跟这个 公圣阳庆家的这个音 有了交往 而且相处的不错 然后公圣阳庆 又主意于音乐 就是说 跟那个 公圣阳庆家的这个音 说 一号术 术就是我们说 这个 法于阴阳 何于术术 术就是推言推算 包括这个阴阳八卦 公毕锦欲之 您一定要 善待他 这个锦欲之又出现了 我们说这个 扁确界 常常军说 叫锦欲之 其人圣儒 这个圣儒 你想这个年代 是汉文帝 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个 汉武帝 那个八出百家 独尊如素 就是说 他是一个 很儒雅 很有学问 很羡慕这个 古风古道的 这么一个人 既为书 以义 主阳庆 以故知庆 而且这个 龚孙光先生 还修书一封 让他带给 这个龚乘阳庆 所以龚乘阳庆 拿到这个书信以后 又听了他这个底下 这个仆人音的介绍 所以呢 得有机缘 让这个 秦义 见到了龚乘阳庆 而且龚乘阳庆呢 诚意 试 庆 谨 以故 爱意 而且我 诚意 本人 对待龚乘阳庆 老师的话 也是 兼功 谨慎 小心 所以呢 没想到这个 不是没想到 就是龚乘阳庆 喜欢我 然后传给我 这也就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 是吧 整个这个过程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中医传承的几个特点 是吧 其实 一个好的中医 一辈子 确实是 见过 或者是 学过 跟过 拜过 很多的老师 是吧 而且这个 每个老师 在他的生命中的 成长过程中的 不同时间段 给予他了 不同的东西 你很难说 你说 最后 你说 跟谁学成了 你前面呢 三个馒头 没吃饱 最后半个吃饱 但这里面还有个误区 就是 你不是说 你这辈子跟的人多 你就最后都能成 最后就是 一定是有一个 让你这个 立得住的人 这就我说的 让你真正入门的 那个人 前面都有铺垫 入门以后 如果立得住 然后在 自己的这种理论根基上 再借鉴其他人 那就是 能够逞弃了 是吧 如果是扶皮疗草 这点学点 那点学 拜了很多老师 最后一事无成的人 也大有人在 而且基本上是 大概率事件 为什么 就是你那个神 或者你那个定 没建立起来 是吧 你那个气场 也就不大存在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一天是 跟过十几个老师 怎么怎么知道 从我的经历来讲 我妈不用说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 上大学以后 这六年 学的都是 中医 西医 各门课的老师 是吧 当时呢 我是跟着 裴永青老师 裴永青老师 是上海教研师 他的老师 是刘渡周先生 所以跟裴老师 学习超方 跟了有好多年 这也算是一个 让我坚定 中医能治病的 一个过程 但是这对中医的 真正理论的理解 对他背后那种 气的感应和体悟 是在美国碰到 周仁芬老师 所以周仁芬老师 是我的这种 入门的老师 所以这个 从 纯一艺跟 汉文帝的 这个招书的 问答来看 完全 如实的 很符合 人情 人性的 揭示了一个 中医传承的 这么一个 过程 这边没提到的 一句就是 工程阳性的房 用之多不厌 不是啊 工程阳性的房 是那个 公孙光的房 用之多不厌 比较含蓄了 下面呢 就是 汉文帝又去 又要问了 更多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 你是 这么传承的 那你有传承 给别人的没有 所以下节课呢 我们要讲一下 纯一又传给了谁 传了什么 为什么这么传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再见